人主之患在于信仁,信仁者自于人 君主的悟患在于信任他人,信任他人就会受他人控制 臣子对于君主并不是有血缘上的亲情 只是收到权势的约束而不能不去私奉他 所以做臣子的暗中窥探君主的心意 是不会有偏刻停止的 然而君主已心乎傲慢地处于上位 这就是事实上有瑕疵刺杀君主等事情发生的原因 在管理上面你们哪一位 在管理上面是当初,就是在上位者 在做任何事情都不只能听到一方面 这样容易有判断错误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或是在说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要多听,然后这样才不会判断的错误 像他说君主的悟患在于信任他人,信任他人就会受他的控制 其实我觉得他是翻得对,但是又没有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叫做不要轻信 也就是说不要有密友,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说今天我特别相信这个 就是这个犯种或是阳种的化 就变成什么 犯章体制或是阳章体制或是章阳体制 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变成说你君主就被蒙蔽了 对吗 那这个当然大家很不爽 因为实权就是照每一个主管 就是在某一个就是各司其子 对不对 就不可以有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这就乱了,国家就乱了 或是一个公司就乱了 就只亲信某一个人 这就很危险了 因为我们要用体制来管理公司或者是治国嘛 对吗 好 所以不要有密友 基本上这个大概是说不要有密友 要多方的了解 然后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好,下面呢 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让主管他 我觉得不要过于信任 就是下属 自己应该也要有所了解 那如果你太于信任的话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那你就会被有所欺骗 我自己个人接触很多 这种企业或是搭工跟老板都发现 因为有时候会接触到他们下面的员工 都常常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谁只听谁的话 这问题很大其实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 尽量不要只听一个人的话 而且我也让我的直接的下属知道说 我们是为了事情 我不会就是完完全全听信于你 我自己过去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就只听一个人的话 就到下面 就是造成下面的不满 这很危险 所以他这也就是说 因为他说君主的祸患在于信任他人 信任他人就会受他人控制 其实是应该是说过度或是盲目信任他们 因为我们应该要信任的是真理 跟事情的真相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下面 我觉得是就是以宿管来说 对属下就是 其实是要有足够的信任 但是信任又不是放任 就是比如说有事情交代下去的话 就是我们当主管 其实不用去过度的干涉说 底下的人说他要怎么做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就是观察或是检查 他最后的结果是不是 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就是做事情的结果这样子 就是说信任不要放任 就是说 叫做还是要有个监督的体制 你完全放权去给某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要验收 那不然会就会造成什么 就下面人给你惹了一些乱说话什么 到最后你出来强辩 有没有 像我们公司有碰到这种问题啊 之前范总不是才碰到的 就是说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没弄好 然后下面 然后我们的这个供应商就说 这个事情不是本来就有资料 你为什么在找我拿 有没有之类的 那就是说 我完全放手上去做的时候 你可能不够整个了解原来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效率上的问题嘛 所以说到最后我只能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 他们没有清楚的了解 只能这样子 但有人会强辩 有人说谁知道你又什么什么 有没有 要再要一个 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 嗯 认错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 其实国家一个总统 君主 或是什么领导 我觉得做错就认错就好了 我觉得日本好像这个还不错 认鞠躬 认错就好了 不要一直强辩 让大家都学习到强辩 强辩就可以 这很糟糕 我们要坚守正当 好 谢谢